前面的选的东西 而去变更的话 那方法当然很多啦 如果我要用函数的方式来做的话 那怎么做 后面是函数喔 其实就是这么长一串 这么长一串 有吗 那做法其实非常简单,各位可以试试看 其实就是怎么样呢 判断一下 判断什么呢 判断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如果是 有几种呢 有玩具 就等于多少 茶 等于多少 CD 所以总共要判断五次 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那当然一般做法 我比较不会这样做啦 我通常会在表单里面做 所以最后面最后的话我会希望 我们 输入的时候不要在这上面输 为什么,因为很麻烦 你还要怎么控制向下 还要再继续在这边key 所以通常 我们如果要集中管理的话 最好是启动表单 有没有 就自动跳出一个表单 那名称比如说叫什么什么什么的销货系统 也就是这个小公司 他卖的东西就非常简单 就五种东西啦 等于小公司 然后就卖这些东西 那当然你需要一个销货系统 所以第1个 下拉选单 跟这边是一样的 可是你会发现 如果跳出一个表单的话 管理起来一定会比 在seo里面 简单太多了 所以第1个 比如说我先 输入一个 CD好了 底下这个 金额也会自动跳出来 OK 然后数量 10个 然后地区的话 也是一样 总共会有 5个区 按下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他会做哪些动作呢 帮我小记出来 并且输出一笔到 ESale里面去 就跟我们之前练习一样 如果按确定的话 有没有发现 这个里面相乘之后 4 4990 那这一笔资料的话呢 就自动怎么样呢 帮我填入到 这笔资料 自动帮我填到这边来 增加一笔 这个就跟前面 那个练习一样 那所以这部分我想等一下各位可以先试试看 那最后还有什么全部清除这个很简单把这个里面清空 再来怎么样新增资料 就等于是上个范例的记录了 这一笔资料如果说我要需要一个什么 需要一个SS资料库 帮我把资料的啊 放到SS资料库里面去 该怎么做 还有呢全部的资料要一起汇进去的话 怎么做 其实就上个礼拜那个P字汇入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 后面的部分先试试看 我们等一下 再来看 主要是 这个地方 如何用函数 自动根据你选取的 产生出来 第二个是表单 第三个是 表单里面的程式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然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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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